公司沙龙的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师,各位群委群主,大家晚上好,我是木猪仁,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大家再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一点看法,见解。 再过几天呢,就是七十周年了,一个特别的日子,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度过这个日子。 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儒家的等级秩序,儒家这个等级秩序啊,与宗法治有关系,周代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族社会的这个等级,就是通过宗法原则确立的。 什么是宗法原则呢?那就是这个别亲疏,就是亲亲,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亲亲。 中国的这个老传统,中国的这个老传统,也就是宗法治区呢,可以说为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规则,所以周代,分封制,封建制的不少东西,比如说周历里边的那些具体的规定,就与宗法规则有关。 孔子所说的那个那句话,人者人也,亲亲为大,这个亲亲,就是宗法原则。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呃,就是这个,呃,等级秩序的一些特征,特点和他的内涵。 这种等级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从孔子的角度出发,这个等级是不可随意改变的。 臣下取代君主,无论如何都是违背天理伦常的。 即使这个君主不够称职,也不能够打破等级秩序的严正。 除非是通过合法的册封,或者是继承,否则呢,一个人是绝不可以随意改变他自己的等级的。 因为那是这个一个人一出生,就确定了的。 呃,在今天这个自由,平等,博爱,深入人心的时代,提起等级的话, 我想人们大概一般都会认为那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落后的制度。 源于同样古老而残酷的封建政治,与现代西方的文明格格不入。 这个呢,我想也是儒家近百年来被诟病最多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等级秩序不只是老百姓要遵守。 更要遵守它的是那些贵族,士大夫,诸侯,甚至天子。 他们一样要遵守,甚至这些个等级的这些具体的安排,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故事,就是在孔子年轻的时候, 这个当时鲁国的国君,鲁少公,鲁少公与三环之间发生过一次冲突, 这个历史上称为斗鸡之变啊,就是这个鲁少公呢,发兵攻打,即使打人了,没打下来。 反倒把这个三环逼得团结一致来对付他。 这个事呢,那个孔子是什么态度呢? 孔子是明确的支持鲁少公。 孔子有句话讲得很有名,叫八义无余情,是可忍,殊不可忍。 这个话就是来评价当时的这个事儿的,是针对那个那个纪事的。 所以后来这个事儿平息之后呢,鲁少公就流亡了,流亡到了齐国。 孔子也流亡了,也去了齐国,这是孔子第一次流亡,孔子主要是两次流亡,这是第一次,大概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齐国的这段时间呢,呃,齐锦公,当时齐国的君主,齐锦公,有一次就跟孔子,这个有一次讨论,这个怎么治理国家。 孔子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夫妇自治。 孔子这里,这句话指的就是等级,等级的不可逾越性。 那么孔子为什么这么回答呢? 啊,我们记得博客有一句话,叫做,我从不让抽象和普遍的东西,读在我自己,我自己。 这是,博客在他的一个演讲,好像是对那个,呃,就是那个宗教宽容的演讲里面提到的,开篇就是这么一句话。 啊,开篇就是这么一句话。 那么孔子这里,其实是,非常类似于博客的,他也很少,谈论抽象的事情。 比如他,教学生,他要因才施教。 君主们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他也总是根据你这个具体的国情出发,来跟你谈。 啊,为什么他跟这个齐公,呃,齐景公谈到这么一句话呢? 就是因为,就是因为当时啊,正是这个田氏带齐的关键性人物,陈桓子的时代。 啊,这个田氏,大家都知道,原来齐国的国君是江泽衙的后代,江姓吕氏,江姓吕氏。 在战国之后呢,变成了田氏。 这个田氏他姓什么呢?姓龟,就女子旁加个维,龟姓,田氏。 这个田氏是从哪来的呢?是从陈国来的。 他们的祖先叫田丸,是陈国的一个公主,应该是陈立公的一个儿子。 在齐桓公的那个时代啊,陈国发生过一次内乱, 这个田丸就流落到齐国,齐桓公就接纳了他。 还给了他一个,给了他一个官做,管理齐国的百宫,叫做公正这个官。 从此之后呢,这个齐国的公正,就由这个田氏施齐了。 那么田氏在齐国就逐渐发展,到他的第五代,就是这个田环子。 这个人非常有能力啊,田氏的势力也逐渐膨胀。 那么那个孔子啊,无疑是看到了这种趋势,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所以就用这句话来做警示。 那么对于这个论语中的这句话啊,孔安国有一个著,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当此之时尘还至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对。 故以对。 所以说孔子心中的理想的政治,那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等级。 国家天下要治理的好,就要强调这个等级的不可逾越性。 每个人要各安息分才行。 那么这个等级制度,除了不可逾越这个特性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讲了很多了,就是他的契约属性。 我前面也讲了一个例子,就是鲁少公与三环的斗争之中呢, 书孙家,他的家司马,宗吏,有一句话,他说,我家臣也,不敢治国。 这个话其实很明确的表现出了这种契约性。 因为契约封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那就是每一个等级只向他自己的封军负责。 而他与他这个军尚的军尚,是没有责任关系的。 所以绝不是说西州的封建制,因为它是一种宗法封建,所以就一定不具备契约的属性。 绝对不是这样。 二者并无矛盾啊。 我再举一个实例。 这个例子呢,也是左传中的一件事。 就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当时是齐庄公。 齐庄公这个人呢,有个毛病。 他跟一个他的手下的大夫的妻子有私情私通。 经常去人家跟人家的媳妇优惠。 这个大夫叫崔柱。 这个崔柱呢,就非常恼火,就设计把齐庄公给杀了。 怎么杀的呢? 他就是等这个齐庄公来他家的时候,把齐庄公引到一个屋子里,然后他自己就躲起来了。 派他的家产出面,杀了齐庄公。 左传里边这么写的,这个齐庄公进入屋子之后呢,甲兴,就埋伏的这些甲兵起来了。 这个齐庄公公登台而寝,请求别傻王,扶絮。 请蒙,扶絮。 我这个,我发誓以后再不来了,不行。 请自认于庙,扶絮。 这个请求在宗庙里边自杀,都不行。 这些个家臣呢,崔柱的家臣都说,君之臣住疾病,不能听命。 啊,禁于公公,陪臣甘作有淫者,不知二命。 你看他这话说的,就非常这个准确的把封建的契约属性给表现出来了。 啊,为什么? 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大夫崔柱之间,那是君臣关系,存在着契约关系。 崔柱是要听命于庄公的,没错。 但是他现在有病在身,不能来,他没在这儿,他不能听命于你庄公的命令。 而大夫崔柱,这个崔柱的家臣呢,在这儿呢,但是这些家臣们与庄公之间并无契约关系,没有君臣之意。 啊,所以说他们不是庄公的臣下,尽管是他臣下的臣下,所以他们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听命于庄公。 他们只有义务听命于自己的君主,那就是崔柱。 崔柱命令他们干嘛呢? 说有淫者到来,这个地方禁于庄公,就是禁于这个庄公的皇宫,这个王宫啊,或者说他的宫殿啊,有坏人,大家去抓,一抓,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齐庄公。 我们不只有二名,我们只知道崔柱的命令。 这就把这种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等级之间的契约性表现的淋漓尽值啊。 那么我再这个多说几句啊,崔柱的这个故事呢,很有名,但是更有名的故事其实还在后头,还还在后头。 这个我估计很多人也都知道啊,我就是这个讲给不了解的朋友们听啊。 崔柱杀了齐庄公之后呢,他就把齐庄公的弟弟立为齐国的亲军,然后他自己拔下了朝政。 这个时候,齐国的史官们啊,就如实记载了。 太史公,齐国的太史,如实记载。 五个字,崔柱是齐君。 这个崔柱知道之后就非常恼火,把这个史官去找来了,让他改,都不改。 这事是你做的吧,是不是事实啊? 我就是这个,时事实记,该是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能改。 不改就杀掉。 杀掉之后呢,就把他的弟弟找来,让他弟弟在写。 这个当时的史官啊,都是世袭制的,都是世袭的。 结果这个人,这个太史的弟弟来了,仍然是写,崔柱是齐君,又杀掉了。 然后让他的三弟,老三来写。 这个三弟也来了,还是这么写。 这回崔柱不敢杀了,不敢杀了。 当时啊,虽然说这个,还是跟后世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要是后世秦治的话,那就杀光了。 当时还是要,就是说不好听起来,还是要点脸的。 所以就把这个老三就放走了。 这个老三呢,往外走的时候,正巧就遇到了另一家,另一家史官,叫南史氏,抱着竹简,匆匆忙忙的就往这边赶。 一问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南史氏,以为这个老三也被杀了。 他赶紧往这边赶,好去写那几个字,还是写那几个字,催住士气君。 啊,这么杀,他还是坚持,还是这么坚持。 所以说这样的精神啊,我想啊,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古人的精神。 无论跟哪个民族比,我想都不差,都不差。 那么,这是这个孔子,我们讲的孔子对于党籍的看法。 那么,我们再看看孟子,孟子跟孔子其实对于党籍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 孟子梁慧王夏这一篇中,记载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孟子跟齐宣王有一段对话,谈到五王伐咒,商汤放节的事儿。 这个齐宣王就问他,说,陈氏齐君可乎,啊,这样做,这个有正当性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孔子,他会怎么回答? 应该说孔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讨论,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啊,没有一个明确的讨论。 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侧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孔子的态度。 因为孔子评价过谁呢?评价过伯仪和舒奇。 这个商代的末期呢,有一个小国,叫孔子国,大概就是在今天河北省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个国家,这个小国呢,他有两个公子,老大叫伯仪,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叫舒奇。 这两个人呢,都是很有德的君子。 这个老君主啊,比较喜欢这个弟弟舒奇。 这个伯仪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想把位子继承的这个位子让给自己的弟弟。 然后他就出走了,跑了,想成全弟弟。 结果这个弟弟舒奇听了这个事儿呢,说这个哥哥这么做,你不是陷我于不义吗? 他也跑了。 俩人在路上遇到了,遇到了说这个不能回去了,回去的话还得因为这个事儿,还得争。 人家是争卫,他们俩是争着逃位,这个躲开,争着躲开。 然后呢,去哪儿呢? 哥俩一商量,去一个有德君子之国吧,什么地方呢? 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国家,周国,去投奔周。 结果呢,在路上就遇到了武王伐州的大军,非常讽刺。 这个因为在他们看来,有德君子一定是这个尊重这个君父的,结果遇到了武王伐州的大军。 这哥俩就这个拉着武王的马,周武王的马,哭啊,就说这个臣子怎么能去讨伐自己的君父啊? 这还有天理吗?这还叫人人君子吗? 最后这哥俩就说什么也没跟着去讨伐这个商周王。 这哥俩说什么呢? 他们说,如果你今天,你去讨伐了商周王,那么有一天,别人也会起来讨伐你的子孙。 这个不信严重了,不信严重了。 这哥俩后来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不识周素。 这个司马迁在史记里边给他们做了传,薄异列传。 他是这么写的,武王以平淫乱,天下宗周。 而薄异书其耻之,义不识周素。 义不识周素啊,这是一种义。 隐于守阳山,采为而识之。 最后饿死了,叫不良。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史记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其实也能看出司马迁的态度来。 孔子对薄异书其是有态度的,非常高调的赞颂他俩。 怎么说呢? 叫不降其智,不辱其身,薄异书其语。 薄异书其反对武王伐咒,而孔子这个高等级的赞颂他们。 可以看出,我们就可以看出孔子对于武王伐咒是个什么态度了。 孔子之所以赞颂他们俩,主要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俩人申明大义,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等级不可逾越的道理。 所以说孔子对于武王伐咒的态度其实是有所保留的。 这跟孟子就不一样。 孟子是怎么说的呢? 对于武王伐咒啊,孟子怎么说呢? 他说,贼人者为之贼,贼义者为之惨,惨贼之人为之依夫。 闻诸依夫昼义,未闻弑君也。 也就是说,从孟子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残暴的君主,当他违背了道德品质,道德伦常,违背了君臣之意之后,他就不是臣下的君主了。 因为他跟自己臣子的那种封建契约关系自然就解除了。 那么臣下也不再是臣下了,君主也不再是君主了。 这个关系解除之后,那么你这个商咒王就不再是君主了,是什么呢? 只是一个独夫民贼而已,暴君而已。 所以诸厨商咒王就根本不能算是君,未闻是君也。 闻诸依夫昼义,未闻是君也。 人人得而诸侍,不是是君了。 孟子是这么一个态度。 孟子的这个回答,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诸厨了暴君之后怎么办? 谁来做新君呢? 是臣子上位为君呢? 还是让这个宙王的儿子来做新君呢? 孔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错了。 孟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说,孔孟之间呢,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 孟子相对于孔子来说是比较激进的。 孟子我们说他有一个特点, 他更愿意强调那些抽象的永恒的道德价值, 而不是现实政治,更不是现实秩序。 反过来我们看看英国, 英格兰大宪章运动,这个宪章运动,这个历史。 我们能看出的什么, 就是他跟孟子是不太一样。 但是跟孔子是比较接近的。 这个国王约翰, 这个单方面加税, 激起大贵族, 二十五贵族联合起来, 这个反抗, 国王战败。 但是战败之后, 国王战败之后, 这些贵族并没有把国王杀掉, 更没有取而代之。 周五王除咒, 这个灭掉咒王之后, 可是取而代之的, 我们要注意。 在这些个贵族们, 在这些个英格兰的贵族们看来, 他们的行为是在做什么呀? 是因为国王违法了, 我们联合起来是要约束他, 是要不让他违法, 那我们这个行为才是合法的。 如果我们把他杀死, 或者说我们自己整个国王出来, 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违法了, 就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了。 所以, 我们看这个伯科, 伯科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他就说那些闹革命的人, 他们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要由人民来选举国王, 这个国王才有合法性, 才是合法的国王, 否则那就是篡位者。 这就是当时的激进主义者。 我们说现在我们觉得, 全举国家元首, 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通行的法力, 但是在伯科那里, 在伯科那个时代不一样, 因为在伯科看来, 国家的主权王位, 那是什么呀? 那是国王的私人财产, 私人财产只能继承, 所以新国王, 只能是从老国王那儿, 通过合法继承, 得来他的这个王位, 而跟你老百姓的投票选举,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伯科, 这个我读下他的原文呢, 他有句话, 他说国王陛下的后裔, 和继承者们, 将一一顺序的按时继承王冠, 而对于他们, 他们指的那些臣民, 而对于他们的选择不屑一顾, 正如国王陛下, 对于继承他所佩戴的各种东西一样。 所以我们看伯科这个态度, 就是他就有了一种深厚的英国式的法律意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英国的这种保守主义, 他更接近于孔子, 而孟子已经有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萌芽了, 他有一个转向, 当然这个转向呢, 这个转变呢, 也体现在道德哲学的层面, 因为从孟子开始, 儒家更多的强调人性, 强调天道, 强调良知, 还有民权, 总之强调那些玄的东西, 虚的东西, 用伯科的话说, 就是抽象的东西, 而孔子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孔子强调的是秩序, 是既有的秩序, 所以我觉得啊, 孔子可能更接近于的是英国的脱离党, 跟英国的脱离党很相似, 所以说从孔子到孟子, 其实是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 就是左转, 左转, 但是孟子很大程度上, 还是保留了孔子的那个老传统的, 但是这个转变, 下面我们谈一下形式正义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保守主义, 跟当时西方的那个激进主义, 我们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保守主义更多是倾向于形式正义, 而激进主义则更多是倾向于实质正义, 我们说无论是来自于理性主义的, 还是来自于宗教上, 比如说古老的犹太教传统的那些激进主张, 比如说反对君主制, 主张自然权利, 人身而平等, 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讲的, 来谈的, 而伯科呢, 埃德摩伯科呢, 伯科拒绝这样讨论问题, 他拒绝这样讨论问题, 伯科更多的是倾向于形式正义, 我们再来看一下孔子, 孔子, 孔子的这种对于等级的这种严正的态度, 其实就已经蕴含了形式正义的这种观念了,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叫做正名, 正确的正, 名称的名, 论语里边有一句话, 我想肯定没有人没有听过这句话, 这么说的,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则刑法不忠, 刑法不忠, 则民无措守株, 这个孔子看中名, 什么是名, 这个名就是名分, 就是每个人的身份, 地位和等级, 所以儒家在后世也被称为叫做名教, 这个名, 我们如果这个往西方的观念上去找的话, 是什么意思, 名就是形式, 名就是形式, 与名相对的就是实, 与形式相对的什么, 是质量, 实质, 内容, 对吧, 所以, 证明其实就是形式正义, 与之相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实质正义, 我们提到西方的形式正义的时候, 很多可能, 这个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 都会想到的都是司法上的程序正义, 当然也并不仅仅限于这个司法领域了, 这种观念源于什么地方, 源于何时, 源于何处, 众说纷纭, 但是我想还是与这种贵族的保守主义观念有关,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下面会解释, 就提到形式正义的时候, 我想不少朋友马上会想到一个案件, 那就是发生在1994年美国的辛普森案, 辛普森杀奇案, 当时呢, 就是因为没有合法的证据, 所以在这个刑事判决上, 判他无罪释放, 结果后来呢, 这个辛普森因为别的事又被抓进来了, 他自己供出来了, 其实就是那个案件就是踏实凶手, 这个案子呢, 当时是轰动一时啊, 也成了不少人, 这个不少反对程序正义的这种人的, 对于程序正义的一种质疑, 那么我们, 我们要知道, 支持程序正义的那一方, 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呢,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从这些个维护程序正义的这一方的观念里边, 从他们的这种论辩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保守主义的痕迹, 从这个支持程序正义的这个原则的这一方来说呀, 辛普森案这种情况, 首先, 它是个个案,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够最终真相大白, 这个持这种反对观点的人呢, 他往往有一个观念, 他有这个什么观念呢, 是一种根深蒂物的观念, 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终极的最终的真相, 而且这个真相是可以一丝不差的被认知的, 但是从这个程序正义的支持者这一方来看, 也就是比如说从经验主义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观点是很难确定的, 是不一定的, 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 人们其实只能通过证据去了解其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所谓的最终的这个一切真相, 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 所以说能用证据证明多少就是多少, 证明不了的那些那些, 你就不能说绝对真相是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程序正义的这些反对者, 往往会认为, 既然程序正义并不能达到绝对的实质正义, 那么他就没有异议, 他就没有异议, 对于这个看法, 保守主义其实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求全责备, 不要求全责备, 只要有优劣高下的区别就够了, 比如说你一个成年男子, 一米五, 另外一个另一个一米八, 他们都没达到两米, 你能说这两个人身高是一样的吗, 没有差别吗, 那显然是不行的吧, 就类似的呢, 也有人说这个, 比如说民主政治, 也不能完全杜绝腐败, 所以这个民主政治没有意义, 其实一回事是一个道理, 只要民主制度之下, 腐败的成本更高, 程度更低, 就够了, 不必去求全责备, 这也是这个保守主义的一种观念,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说, 程序正义的支持者, 往往会认为什么呢, 他会认为, 程序正义确实不能, 就是总是得到实质正义, 但是程序正义却是目前能够找到的, 大概率最能够接近实质正义的方法, 没有比他更好的方法, 至少目前是这样, 所以呢, 也就是说, 程序正义, 其实目前才是最能够保证实质正义的方法, 所以即使有某一个个案, 他可能是反例, 但是个案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孔子, 这个中国这一点呢, 孔子的证明这种观念, 他的形式正义表现在哪呢, 主要不是表现在司法上, 因为中国就没有法治传统, 但是他确实是表现在政治上的, 一方面是表现在等级, 这种不可逾越心上, 另一个方面, 我觉得可能更明显, 就是仪式, 中国人非常的注重仪式, 尤其是先秦那个时代, 中国被称为什么, 被称为李仪之邦, 什么叫李仪之邦啊, 他不是讲礼貌, 不是人们讲懂礼貌, 而是讲礼仪, 讲仪式, 我们的古人呢, 尤其是在先秦时代,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生活政治化, 生活政治化, 政治的原则, 往往是要体现在生活细节上的, 所以特别重视各种仪式, 所谓经理三百, 取理三千的, 周边的各种蛮移民族, 没有一个这样的, 所以他大家看着, 看这个中原, 都觉得很稀奇, 所以称中国为礼仪之邦, 周礼里边, 就专门有仪礼, 这个礼啊, 是要配合仪式的, 有各种仪式, 冠礼, 婚礼, 婚丧嫁娶, 祭祀, 都有礼仪, 都有礼仪, 甚至给孩子取名, 都有一整套专门的仪式, 几乎涵盖了一个人, 重生到死, 整个人生过程中的各个重要环节, 不只是政治仪式啊, 这个儒家的儒啊, 儒的本意, 在先行时代, 原本就是一种, 从事, 这个主持各种仪式的这个职业, 相当于今天婚庆上的那种, 相当于今天的私仪这个职业, 这个有学者考证啊, 孔子早年很可能就干过这种职业, 所以儒家是十分重视仪式的, 仪式, 大家想一想, 仪式是什么, 仪式其实就是一种形式, 仪式就是一种形式, 那么庄重的仪式, 其实就有着这个形式正义的体现, 有形式正义体现, 但是这种仪式, 它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太有意义了, 我们说即使到今天, 我们都常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生活要有仪式感, 为什么, 因为否则的话, 日常生活就成流水測了, 人生的意义会大打折后, 比如说我们, 回首我们自己人生的时候啊, 这个能够深留在我们心底的啊, 其实, 其实只有一些重大的节点, 大多数所谢的事情, 都被遗忘了, 都被遗忘了, 只有一些重大的节点, 我们还时常记得, 在这些节点上, 基本都是与某些仪式的画面联系在一起, 出现在我们记忆当中的, 所以仪式非常重要, 在仪式学的这个理论中啊, 这个, 这个仪式是什么, 仪式的本质其实就是神圣, 神圣是仪式的基础, 仪式必定得有神圣性, 如果没有神圣性, 仪式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没有神圣性, 仪式甚至无法产生, 也无法存在下去, 这个有一位著名的, 这个是社会学家吧, 这个图尔干, 图尔干说, 他有一句话, 他说, 实实上啊, 如果仪式不具有, 如果仪式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神圣性, 它就不可能存在,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反过来呢, 这种庄严的仪式啊, 我们说, 它有现实意义, 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人们的这种, 神圣感,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婚礼, 西方的婚礼, 往往是在, 那个教堂之中举行, 神圣的雄伟的教堂中举行, 那种神圣庄严的宗教仪式, 唱诗班, 圣洁的唱诗班, 那种仪式, 那种程序, 它就会赋予, 婚姻一种神圣性, 超越日常生活的神圣性, 我们中国传统的婚礼, 也是一样啊, 你要对天地, 要对祖先, 都有敬拜, 都有礼拜吧, 对吧, 那么这种程序, 这种仪式, 就会, 就会让婚姻的双方, 甚至不只是婚姻双方了, 甚至是那些官礼的, 这个观众们, 都能体验到婚姻的神圣性, 在比如说, 古人, 定立契约的时候, 定立盟约的时候, 往往也会伴随着, 一些特定的仪式, 煞雪为盟, 向天, 向上帝启示, 等等, 这些个仪式, 就赋予了契约和协议, 盟约, 以神圣性, 让人觉得, 履行契约, 不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更是对上天, 对上帝的负责, 所以, 这种源于仪式的神圣感, 它对于契约的旅行啊, 对于婚姻的健康延续啊, 就有着积极作用, 我们说是有法律, 但是法律的这个成本往往比较高, 如果能不走法律程序, 能够把契约旅行下去, 是最好的, 这样的神圣的仪式, 就会使人自愿的, 更加自愿的旅行, 这个约定, 减小风险, 降低旅行契约的成本, 这样怎么样呢, 就有利于社会的秩序, 所以仪式的意义, 是不能小看的, 比如说,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古代的君王们, 在各种典礼上, 都是环配叮当, 冠冕整齐啊, 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其实完全不是, 这种穿戴, 这样的穿戴, 君王的这种穿戴, 他不自觉的, 他就要, 这个, 这个, 他的行为, 就不能轻抚, 比如说你回头, 你不能太快速, 因为你带着免, 那个免上有珠联, 你要太快速的回头, 转头, 这个, 他就会提醒你, 这个珠联就会提醒你, 所以呢, 这样的穿戴, 就会令, 让这个君王们, 他的行为更优雅, 更庄重, 更稳重, 他有什么意义呢, 就会, 第一, 首先就是让旁观者呀, 也就是他的臣民们, 有一种心理上边的一种影响, 让这个臣民们呢, 对这个君主的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有一种认可, 也会对君主本人的心理, 他的内心产生一种影响, 让这个君主本人, 对正当性, 也有更多的认同,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人的心理是会, 我们知道人的心理, 人的心理现象, 它会影响人的行为, 但是行为心理学认为, 反过来人的行为, 其实也会影响人的心理, 这个心理状态, 所以呢, 这样的穿戴, 就会令, 让这个君王们, 他的行为更优雅, 更庄重, 更稳重, 他有什么意义呢, 就会第一, 首先就是让旁观者呀, 也就是他的臣民们, 有一种心理上边的一种影响, 让这个臣民们呢, 对这个君主的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有一种认可, 也会对君主本人的心理, 他的内心产生一种影响, 让这个君主本人, 对正当性, 也有更多的认同,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人的心理是会, 我们知道人的心理, 人的心理现象, 它会影响人的行为, 但是行为心理学认为, 反过来, 人的行为, 其实也会影响人的心理, 这个心理状态, 比如说端章端章的仪表, 严肃的行为, 会给人一种正当的暗示, 这种正当的心理暗示, 加强人们, 对于正当性的心理认同,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看孔子有一些话讲的, 以往我们都不能理解, 比如说他说什么呢, 说齐不正不做, 这个肉啊, 隔不正不实, 很多人无法理解, 说这个老头行为太古怪了, 这脾气也太难伺候了, 其实孔子就是通过, 希望通过这种日常的行为的这种端章, 仪式化, 加强人们对于形式上正当性的认可, 所以说要做一个正人君子, 不仅是政治上的事, 你要行的端, 做的正, 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要端章正派, 我们看七方其实也差不多, 只要是有宫廷, 有贵族的地方, 都十分的讲究这些, 即使到今天, 这个全世界有宫廷的, 可能也就是西方那几个国家, 包括日本, 只要有宫廷的地方, 到今天还是讲究这些, 不只是中国, 形式正义的另一个体现, 就是十分看重规则, 规则之上, 比如说, 现在我们中国人很难想象的一件事, 就是战争也能有规则, 因为在我们日常的观念中, 这个战争似乎只有西方的战争, 才有那种迂腐的, 僵化的, 甚至虚伪的那种战争规则, 我们的战争, 好像一直就没有什么规则限制, 只要最终你能取胜, 就够了, 至于中间什么, 你是阴谋诡计也好, 你是残酷无情也罢, 只要你能取胜, 你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回来之后, 你一样是大英雄, 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熟悉的道理, 可是在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 战争观念不是这样, 周礼里边就有军礼, 对军队也有礼法, 还有一个九罚之法, 就是规定在什么情况下, 才可以发动战争, 才是正当的, 这九罚之法, 还有一个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司马法, 司马这个是个官职, 就是当时各个诸佛国都有的一个官职, 就是带兵的, 说白了就是带兵的将领, 或者叫今天叫国防部长, 司马法, 他对战争的很多具体行为都有规定, 首先比如第一点, 就是对于敌方军中的贵族, 你得以礼相待, 要根据人家的身份, 他的等级爵位, 你得相应的行礼之境, 这都有记载, 在左传里边就有记载, 比如说, 这个晋国跟楚国的燕陵之战, 晋国的大夫玉这个西智, 当时的大夫, 那真是上马能作战, 下马能致民, 这个政治上能当政治家, 战争里边, 这个就是武士, 真是厉害, 这个西智就是其中的一位, 西智在这个燕陵之战中啊, 三玉楚子之主, 见楚子陛下, 免咒而去封, 把甲咒摘了, 然后这个小夫跑过来, 这不是西智个人品质啊, 因为国语中是这么评价的, 说西智这个人, 见其君, 必下而去离也, 这是一种理, 这是理法的要求, 当时这个战争, 战争中, 这个贵族们也要守礼的, 见到敌方的君主, 高于自己的贵族, 也要行礼的, 左传中还有另一个例子, 就是齐国跟晋国的那个安置战, 齐国打败了, 齐侯的这个战车啊, 被晋国大将韩爵赶上了, 这个韩爵叫俘虏齐侯, 其实是齐国的一个, 一个其他的人假扮的, 叫逢仇府假扮的, 这个韩爵呢, 怎么怎么弄的呢, 他不是直接上来就就拿身绑, 韩爵直至马前, 拿着这个江绳, 走到这个齐侯的跟前, 再败几手, 奉商家壁已尽, 要捧着酒跟玉壁, 向齐侯致以礼, 然后才能俘虏对方, 这个我不知道看到这, 讲到这大家会有什么感觉啊, 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呢, 西方那种中世纪的战争片, 就这么感觉, 西方中世纪的那些被俘虏的贵族, 也是这样, 一般不会有什么羞辱, 更不会杀害, 这个必须是好吃好吃, 好吃伺候着, 以礼相待, 因为战胜的一方啊, 他生怕别人俘虏他, 也生怕自己以后被这个别人俘虏的时候, 然后被人家这个这个恶待, 所以要好好的对待俘虏, 这个第二点就是在作战之中, 这个司马法也有要求, 就是要以堂堂正正之事对战, 要成列而不, 如果敌方没有完成列队, 这个队形散乱是不可以攻击的啊, 这个贵族是要讲究排场的, 不能不能劝人之威, 更不能使用诈术, 谈到这儿呢, 我估计大家都会想到一个人, 就是宋相公, 宋相公与储君战于洪水, 这个战力, 当时呢, 宋军先到了战场, 列队完成, 储君呢, 还在渡河, 这个渡河还没渡完呢, 宋相公拒绝进攻这个半渡的储君, 等这个储君渡完河了, 列队完成了, 宋相公才开战, 结果当然是咋不过人家, 但是宋相公说呀, 这个君子不崇伤, 不擒二毛, 寡人虽亡国之余, 不古不成列, 当时的战争的规矩就是这样, 奔族不过百步, 敌人如果战败了逃跑了, 你追一百步就不要再追了, 君子不崇伤, 什么叫崇伤呢, 敌人如果受伤了, 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你不能再给他来一下, 然后不擒二毛, 二毛是什么呢, 就头发花白的老人, 两种颜色的二毛, 寡人虽亡国之余, 不古不成列, 我就算是亡了国, 这宋相公说的, 我也不古不成列, 这就是, 确实有点迂乎, 所以毛泽东, 这个毛老先生就说他, 说这个宋相公, 蠢猪式的人意, 但是这个宋相公啊, 却被列入了春秋五霸,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儒家, 尽管这个宋相公呢, 列入五霸呢, 也有一些客观因素, 比如说, 他尽管, 他毕竟是召集了各国的军队, 虽然说没怎么成功, 但毕竟召集各国军队, 学人家齐桓公, 酒和诸侯, 有国际行为,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还是因为儒家对他的评价, 因为在儒家看来, 这个宋相公的行为, 这才是真正遵循周礼的行为嘛, 这种规则的行为嘛, 它是符合儒家观念的, 那么对于这个战胜国, 对战败国怎么做呢, 怎么处置呢, 司马法里也有规定, 他有一篇叫人本, 是这么说的, 说呀, 战这个战胜国进入战败国, 有这样的要求, 无报神旨, 你不能损坏人家的神旨, 无形填裂, 无毁土工, 无翻墙屋, 你不能烧人家的屋子, 毁人家的堤坝, 无法林木, 无取六处, 见其老幼, 奉归物商, 老幼都是没有作战能力的, 奉归物商, 虽欲壮者, 不较无敌, 那些年轻力壮的, 只要他不抵抗, 你也不能拿来当敌人看待, 我不知道大家, 这个听到这里是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文明, 我们今天跟古人相比, 就是个野蛮人, 古人的这些观念才是文明人, 这些个战争的规则, 如果是真的, 他的这个文明程度, 基本上我觉得, 已经可以赶上, 19世纪西方的这个日内瓦公约了, 基本上可以达到, 甚至比这个还高的程度了, 这个讲到这儿啊, 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 反正对我来说, 这画面感很强, 就像看电影, 就看电影, 看西方的一些的, 这个十七十八世纪那种, 绅士之间的战争, 那些个电影, 两国交兵, 军装笔挺, 拿着枪, 两个军整齐的这个队形相互接近, 然后进入射程, 停那了, 一方这个指挥官就就发话了, 法国的绅士们请你们先开枪, 我记得有个电影就是这么讲的, 这个记忆是非常之深的, 法国的绅士们请你们先开枪, 然后法军那边也不好意思先开枪, 这个应该就是, 英法之间七年战争的一个, 关于七年战争的一个电影, 法国那边也不好意思先开枪, 法国的指挥官就喊, 英国的绅士们请你们先开枪, 我们法国人将会屹立在这里, 礼让一番之后啊, 才开火, 开火, 一方开火的时候, 另一方干嘛呢, 没有卧倒, 没有躲避, 就是直挺挺的站在那受死, 谁趴下谁躲避, 那是孬肿, 这不只是不怕死的, 而且是兵临有礼的迎接死亡, 这就叫堂堂正正之时, 堂堂正正的对战, 是不是很傻呀, 但是他们却是那个时候, 人类最强的军队呀, 那么说到这儿啊, 就不得不强调, 不得不去谈到另一场战争, 就是小之战, 小山的小, 这个这场战争呢, 是春秋时代, 秦国跟晋国之间, 发生了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啊, 因为在此之前呢, 正统的这种战争观念,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战争观念, 就像玉制, 这个西制, 韩爵, 宋湘宫那样, 尽管你看着好像有点迂腐, 但是他们确实是封建时代, 这个战争的观念, 而这个小之战呢, 则是这种战争观念的一个终结, 这也是这个中国, 从西州封建制确立之后, 第一次有时可载的伏击战,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贵族们, 封建时代的贵族们之间的战争, 要堂堂正正, 不能偷奸耍华, 更不可以搞什么耍炸, 炸术, 伏击, 这都是非常让人持冷的做法, 但是小之战开启了这个新时代, 新时代, 这个在封建贵族来看, 这个堂堂正正对战呢, 如果对方没战好, 你都不能打他, 那都不是君子所为, 不要谈什么伏击战了啊, 人家不成烈, 你打人家那都不好意思, 那都偷鸡取巧, 伏击是什么, 伏击那简直就是不要脸, 简直就是不要脸, 所以晋国跟秦国呢, 以前其实是非常娇好的, 在晋文公的时代, 关系非常好, 是殷亲关系啊, 所谓秦晋之好嘛, 但是晋文公死了之后呢, 当时秦国是秦穆公在位, 这个秦穆公时代, 伯力很强盛, 他希望有所作为, 有一次呢, 就发兵攻打郑国, 这个郑国距离秦国是很远的, 当时很多秦国的大夫们都反对, 你这么远, 哪能保密啊, 你还没到呢, 人家都知道了, 古不其然, 这个秦国的军队, 这个半路上就就就就也就知道了, 这个郑国已经知道他们的行动了, 有防备了, 不好打, 所以呢, 就只能撤军, 这个领军的几个将军呢, 呃, 就担心说是回国了, 就无功而返, 他被国军责骂, 他们就顺道的灭掉了一个小国, 叫华国, 这个华国呢, 是晋国的一个领国, 这个晋国呢, 就很警惕, 就就就很警觉, 晋国军臣呢, 就希望能够压抑啊, 压制一下秦国这种势头, 于是呢, 就在这个小山设埋伏, 伏击了秦国的这个军队, 秦国两万多的秦军, 全军父母, 从此之后呢, 这个就开启了中国战争上的一个新的观念,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一种观念, 兵者, 鬼道也, 我们从此之后, 我们就不再熟悉那个, 什么堂堂正正之士, 堂堂正正作战的那种方式了, 我们会嗤之为蠢诸式的御父, 我们从此之后, 熟悉的就是,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观念, 甚至, 我们会觉得, 这个, 偷奸耍娃, 耍阴谋诡计, 那才是常规的事, 常规战争, 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有规则的博弈的话, 那么小之战就所开启的, 就是一种无规则的博弈, 所以, 这个, 总有人抱怨说古人如何如何不好, 我们的祖先如何不好, 其实从文明的这个程度上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是远远落后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 我们今天才是一种野蛮的状态, 你哪有资格去嘲笑古人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谈一个问题, 就是儒家对于专制的态度, 对专制的态度,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 这个是儒家的一个很大的转向, 孟子开始倾向于民权, 民贵军情嘛, 他本身就是对专制的一种否定, 但是我想多谈一下这个孟子的这种转向, 他不是像孔子那样, 这个把既有的等级秩序, 把权威, 把这个军权看作是不可动摇, 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并不是那么推崇形式正义, 而是更加倾向于实质正义的, 孟子更多的强调的是天道, 良知, 性善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左派的特征, 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要知道, 儒家是一种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我们前面也提了很多就是平衡, 就是中庸之道, 比如说英国就非常的讲究平衡, 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法律是普通法, 普通法是一种判律法, 习惯法, 它是一种经验之法, 但是同时英国不允许这种任何一种东西独大, 它还有一种法院叫做横平法院, 横平法院就是反其道的性质, 以自然法来平衡经验法, 以自然法来平衡经验法, 自然法就是理性之法呀, 我们知道啊, 所以英国是很讲究平衡的, 那再比如说对于博科的见解上, 常有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博科他一方面支持美国的独立的革命, 但是另一方面呢, 转过头呢, 他又反对法国的革命, 就当然这个对于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种解释, 但其实有一个角度, 我想强调的这个强调一下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博科是希望维护当下的既有秩序, 什么叫当下既有秩序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各阶层当下所既有的权利, 民众与国王各有各的权利, 民众有民众的权利, 国王有国王的权利, 贵族有贵族的权利, 各方的权利构成了平衡, 缺一不可, 这种思路啊, 其实是老传统啦, 英国人津津乐道的是自己的什么呢, 混合正体, 混合正体, 其实这种混合正体的观念在西方也是不已有之, 古希腊古罗马就有, 他们认为什么呢, 单一的君主制也好, 是贵族制也好, 还是民主制也好, 只要是单一的都不好, 任何一方独大都不好, 因为任何一方独大都意味着他的力量将失去其他的制约, 失去制约, 所以混合的好处就是多种力量共存, 相互制衡, 所以大家都才能够有节制, 他有节制, 所以说当北美的民众的权利出于弱势的时候, 伯克就会支持北美, 支持民众, 而法国革命则是民众出于强势, 国王和贵族, 还有教师阶层出于弱势, 他就反对民众势力的独大, 维护贵族国王和教师, 因为民众独大, 就意味着他们的力量失去制约, 所以我们沿着这种思路, 回过头来再看孔孟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 当然君主制啊民主制啊什么的, 这些概念在孔孟那儿, 其实他们并没有这种概念, 但是思路是很相似的, 我们说孔子那个时代, 是个君弱尘强的时代啊, 一般我们都以为, 我们都会用我们后世, 我们所处的现实, 去看待古人, 后世的中国最大的问题, 当然是军权太强, 军权太强, 所以我们也以为, 孔子那个时代也是这样, 其实完全不是, 孔子那个时候, 这个真正的问题, 不是权威过强, 而是权威太弱, 权威太弱, 春秋时代发生最多的事情, 就是下半上, 子是父, 臣是君, 用这个保守主义的思路去看的话, 君权弱, 这个权威弱, 秩序就会丧失, 也就是礼崩跃怀, 所以孔子面临的就是这么个问题, 失序的问题, 所以孔子很多时候, 他是在维护君权, 比如说, 孔子, 他曾经在鲁国做大司寇, 做大司寇, 设宰相的权力, 大权在握啊, 他就有一次著名的举动, 叫做舵三都, 干嘛呢, 就是去把那个孔, 这个鲁国最有权势的三环, 三家最有权势的大副的那个丰, 这个采义, 他那个采义的都城, 把那城墙拔了, 为什么? 就是为了弱化臣子的力量, 增强君主的权威, 为了恢复君臣之间的力量平衡, 这是孔子的目的, 这个当然呢, 孔子的这个努力, 是唐帝挡车呀, 历史的洪流是没有丝毫减缓, 所以到了春秋的晚期, 战国的前期, 这个礼崩乐坏已经是既成现实, 社会持续, 所以这个时候, 相应的就出现了法家, 我们说商鞅之前的山东六国, 各国其实都已经出现了法家的改革, 变法, 比如说魏国的李亏变法, 还有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 吴启先后在魏国和楚国搞变法等等的呢, 那么法家的目的是什么呢, 法家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恢复秩序, 因为他面临的就是一个失序的社会, 所以就要恢复秩序, 法家的思路就是什么呢, 要恢复秩序就要加强君权, 也就是群子所说的龙君权, 但是法家只想着龙君权了, 只想着秩序, 他却完全无视臣民的权利, 这是与孔子与保守主义所不同的地方, 这是孔子, 这是这个我们的分析, 那么这个孔子面临的问题, 法家面临的问题, 我们分析过了, 孟子呢, 孟子的时代跟孔子时代是不一样的, 孟子那个时代就是法家, 大搞改革, 大龙君权的时代, 所以孟子所面临的问题, 跟孔子是恰好相反的, 孔子担心的是君权太弱, 天下失去, 而孟子是眼见着的是君权过强, 而臣民沦为努力啊, 这就是孟子左转大讲民权的原因啊, 那么我们跟伯科的思路对比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对于伯科来说, 法国的民众们出于强势, 国王出于弱势的时候, 伯科反对的是民众的势力强大, 维护军权, 当北美民众这个出于弱势的时候, 伯科就支持北美, 提倡民权, 是一样的思路嘛, 只不过孟子走得更远一些, 更远一些, 孟子开始讲那些抽象的东西了, 良知, 大义, 永恒的天道, 我看倒是有点苛刻的意思啊, 所以呢, 对于儒家来说, 他对专制的态度, 没说的, 一定是反对的, 但是他不完全反对君主的权威, 他一定是顾及臣民权力的, 但是他又反对臣民权力过大压倒了这个君主, 他要的是一种平衡, 对于民权呢, 呃, 儒家在民权上的看法, 我再多说一句啊, 这个孟子刚才提过了, 名贵君卿嘛, 这很明显的是一个民权的思路, 即使是有着强烈的那种法家色彩的群子, 他也认为民权更高, 他有一句话这么说的, 在群子大略这一篇中, 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什么意思, 这个人民不是为君主而生的, 这个上天设立君主这个位子, 反倒是为了人民的, 你联想一下洛克, 政府是为了, 是用来干嘛的, 是服务于私权力的, 对吧, 那么孟子跟荀子的这种思想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啊, 这难道没有一点人民主权的感觉吗,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 其实是与宗教有关, 西方的这种人权, 这个人民主权的观念, 最早其实也是与宗教有关, 荀子跟孟子, 其实也是与这个宗法治, 这个宗教有关系, 因为周人对于社会的这种理解, 这种观念, 跟商人不一样, 商人是把民看作什么呢, 看作俘虏, 看作这个奴隶, 而周人不是, 周人认为全天下, 就是一个大宗族, 所有人都是天的后裔, 这个天子是什么, 天子就是天的继承人, 宗子, 拥有统治权, 诸侯国里边, 这个诸侯也是, 这个诸侯国本身就是个大宗族, 然后诸侯呢, 是宗子, 拥有统治权, 但是民并不是被征服者, 而是与诸侯, 与天子同属一个宗族的, 如果我们把单个的民拿出来, 一个人拿出来, 他是低于君主的, 但是民作为整体, 则是高于君主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民的整体, 是天最大的后裔啊, 天子诸侯各级君主的存在, 是为了天这个最大的后裔的幸福, 而设立的, 而不是反过来, 这就是寻子所说的,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这也是孟子民为君卿的, 这个思想的来源, 所以说儒家不只是反专制, 他甚至有一些流派, 都已经有了人民主权的, 或者说近似于民权的这种观念了, 但是, 这个我们在谈另一方面, 就是人们对于儒家有一些误解, 历来就有一些误解, 比如说孔子尊君, 孔子尊君, 比如说三纲, 人们传统观念一般都是认为三纲, 君为臣纲, 富为子纲, 富为七纲, 这个人们历来都是认为这是儒家思想, 因为他正好跟孟子说的那句话, 君君臣臣, 夫妇自自,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这几乎成了儒家专制的一个铁证了, 这个其实, 这个经过我们的分析, 我们知道孔子那句话, 君君臣臣, 夫妇自自, 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三纲, 那么三纲这个这段话, 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问题啊, 其实原本我也不了解, 我是从哪了解到的呢? 是一位叫做熊毅的作家, 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春秋大义, 是他在书里面提到的, 我才知道这个事, 这是我见到最早为儒家证明的一个说法, 后来才在知网上查到相关的论文, 都比他这个晚,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说法的最早的渊源, 这个三纲啊, 这个如果我们去查, 先行典籍的话, 尤其是孔孟的言论里边, 我们是根本找到三纲这样说法的, 什么君为成纲, 君为成纲是什么意思? 那是绝对君权的意思啊, 我们在孔子的言论中, 是绝对不可能找到这种观念的, 那么这个三纲这个说法, 绝对君权这个观念从哪来的呢? 以前有人认为是从汉代董仲书的春秋繁路来的, 因为这个董东书他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叫这个阳兼于阴, 阴兼于阳, 夫兼于妻, 妻兼于夫, 妇兼于子, 子兼于妇, 君兼于臣, 臣兼于君, 君臣父子夫妇之意, 皆与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 臣为阴, 父为阳, 子为阴, 夫为阳, 妻为阴, 他有这么一句话,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他这段话并不是绝对君权的意思, 而是讲什么呢? 阴阳要相互配合, 相互协调, 才能够发挥作用, 那么君为阳, 臣为阴, 他得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才行, 单独拿出君来是不行的, 实际上三纲这个说法呀, 他从, 如果我们单看字眼的话, 它是来自于汉代的称伪之学, 来自伪书, 称伪之学呢, 就是汉代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 称就是指预言, 而伪呢, 伪书其实是相对于经书来说的, 这个伪书, 这个伪学, 其实就是汉代人将这个儒学, 与阴阳术术相融合的产物, 他将儒家给神秘化了, 宗教化了, 这其实并不是儒家真正的思想, 真正的儒家思想, 这个我们都知道儒家是讲, 子不与怪力断神的, 所以这个称伪之学呀, 他就是假托儒家的名义, 这个搞了自己的一套, 我们知道西汉末年的王莽, 就特别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学说, 王莽称帝之前呢, 就有很多人造祥瑞, 其实就是这个思路, 三纲的文本呢, 他这个原文呢, 首见于汉代的黎伟, 其中有一篇叫李寒文家, 他是这么说的, 三纲为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敬如父兄六计道行, 这个三纲是与六计兵力, 三纲六计嘛, 六计是什么呢, 六计为诸父有善, 诸旧有义, 族人有婿, 昆帝有亲, 师长有尊, 朋友有旧, 啊, 其实你, 就是这个, 这个次, 这个原文呢, 是出自于这, 出自于李伟, 但是这种绝对军权专制的意思, 其实你也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那么这种, 这个三纲绝对军权的这种含义, 是从哪来的呢, 其实还是从法家来的, 这个韩非子, 啊, 有一篇叫忠孝, 这里边就这么讲, 他说, 陈是君, 子是父, 夫, 这个七是夫, 三则顺则天下智, 三则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啊, 这个为什么这样呢, 是因为, 道不同于万物, 德不同于阴阳, 恒不同于轻重, 神不同于出路, 啊, 君不同于群臣呢, 是故明君, 这个贵独道之容, 君操其名, 臣孝其行, 行明参同, 上下调和也, 啊, 人说君主啊, 不同于群臣, 君主要掌控道的, 他是尊者高高在上的, 掌控明的, 如此才能驾驭群臣, 所以这种三纲的这种思想, 其实并不是来自儒家, 而是来自于法家, 传统中国的这种专制思想, 也不是来自儒家, 而是来自法家, 而是来自法家, 呃, 另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 忠君, 儒家讲强调忠君,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忠君啊, 跟我们后世所理解的那个忠, 对皇帝的那种愚忠, 是不一样的, 对后世对皇帝的那种愚忠, 基本上是两个意思, 两层意思, 一个是说, 这个臣下, 要承认君主的绝对权力, 这个臣下要对君主绝对的服从与公顺, 第二呢, 就是讲究忠的排他性, 忠君要专一, 这是这个专制皇权时代, 这种忠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但是在孔子那个时代, 忠这个词, 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有学者统计啊, 这个论语里边, 孔子涉及到忠的说法有十八处, 大多都是指人际之间的正常交往, 而不是君臣关系, 比如说, 居处公, 直视镜, 与人忠, 就比与人, 与别人交往, 你要忠诚, 为人谋耳不忠乎,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为朋友参谋他的事啊, 要尽心尽力, 这绝不是讲对君主的忠, 所以这个忠这个词, 甚至不是讲君臣之间的关系的, 所以这个忠, 跟后世所理解的忠, 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他这个孔子时代的忠, 其实指的是, 这个尽心尽力的意思, 那么, 儒家对于专制, 还有一个, 就是历来被人们误解的一句话, 就是叫做, 行不上大福, 理不下庶人, 这也是被理解为儒家的这种专制的一种铁证啊, 其实呢, 也是一样, 这也是拿儒家的话端章取义, 来表达一种专制的说法, 我们要想了解这句话的本意呢, 就得去看他的处处, 融入他的权文去看才行, 这句话从哪来呢, 就是来自于理济, 它是一种理的一种规则, 原文是这么说的, 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才能明白这句话, 这个国君服饰大肆下旨, 这个饰是什么呢, 就是指车子前面, 这个有一个横幕做扶手, 因为这个贵族们出行, 都在乘车嘛, 就有个扶手, 这个, 呃, 饰礼, 就是一种扶着这个扶手, 然后行礼的一种, 一种礼节, 一种仪式, 一种礼仪, 这个周礼里边记载了, 就是说王氏则下前马, 王下则以盖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王啊, 周王如果从车上行驶礼的时候, 他的道佑要下车与马前行礼, 这个礼记里边还记载过孔子的一个驶礼, 就是孔子过菜山, 孔子过菜山侧, 有妇人枯于木者而哀, 夫子侍而听之, 孔子扶着这个车前的横幕, 行侍礼, 倾听这个老夫人说什么, 就这么一种礼节, 所以结合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来说呢, 这段话, 国君服侍大夫下旨, 这段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国君乘车出行的话, 如果遇到了大夫, 大夫也乘车出行, 相遇了, 国君要在车上手扶着车前的这个横幕, 向大夫这个, 这个轻身致敬, 大夫呢, 则要下车向国君行礼, 大夫乘车如果出行, 遇到了事, 是要下车行礼, 大夫在车上, 手扶横幕致敬, 就像不像西方的那个这个贵族见面, 那种行的那种礼啊, 非常类似, 所以这种这种礼呢, 这个贵族这个乘车相遇了, 要行这种礼, 他们遇到了, 如果是贵族遇到了庶人, 要不要行礼呢, 不需要, 不需要行礼, 因为庶人是不用去, 这个就像公务员啊, 我们说今天公务员要遵守公务员守则, 但是普通人老百姓不用遵守, 军人要见面要行军礼, 普通老百姓见面不需要行军礼,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庶人不需要遵从于贵族之力, 因为你遵从不过来, 满大街都是庶人, 你不能见到每一个人, 然后都都去行礼, 那行不过来, 所以庶人不用行礼用礼, 就叫礼不下庶人, 那么行不上大夫, 行人不在军策, 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如果大夫遇到了国君, 他没有行相应的礼, 国君怎么办, 国君能用刑法去收拾他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行刑的人不能随时跟在国君身边, 这就又涉及到我们前面所讲的封建时代统治的逻辑了, 国君对大夫的统治, 并不是建立在武力与恐怖的威慑之上的, 国君的权威也并不是靠随时随地的刑法来确立的, 所以行人不能常伴随国君的左右, 这种统治逻辑, 跟后世完全不一样, 后世就是我们所属性的一套, 好了, 今天的这个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提供宝贝意见, 感谢大家, 我首先回答一下爱典朋友的问题, 他说他总结了一些那个关于保守主义的看法, 第一点是认为他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特定的反应, 本质上是代表封建贵族对那些旧制度的保守, 第二是认为保守主义是一个普遍有效的观念系统, 包括对秩序平衡协调渐进等观念的认同, 是一种政治哲学, 第三认为他反对这个对既定制度的核心价值进行挑战, 这个促使社会中的保护社会的基本要素, 认同对社会的某些次要问题的改变, 第四认为他只是反对激进主义, 并无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等等, 那么他说你认为国内知识界所指的是哪种保守主义, 或哪几种保守主义观念的混合, 或以上的各种说法都不能够代表国内流行的保守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全有珊珊提出的问题, 他说刚才讲座中提到了孔子与脱离党, 保守主义与脱离党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 但是可能最好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回答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尝试着来回答一下。 我这个水平可能不足以去评价国内学界的现在的所认识的对还是不对,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点模糊的地方, 有一点不是特别清晰的地方, 可能也是我自己认识的不够深入吧, 那么首先就是这个对于哈尔克, 我们知道我也讲过哈尔克的那个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但是呢国内仍然是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哈尔克仍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哈尔克自称他是一个老会格党人, 他认同的是老会格党, 那么这个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很火的那个另一位保守主义大师巴塞尔克克, 克克称自己是一个脱离党,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如果我们认为脱离党, 如果我们认为辉格党是保守主义的话, 那脱离党怎么办呢? 脱离党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克克在他那本美国秩序的根基里边开篇就是谈秩序, 他认为秩序是保守主义的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那么辉格党跟脱离党谁更倾向于秩序呢? 显然是脱离党, 不是辉格党, 甚至在西方就是这个比较典型的认识之中, 脱离主义跟保守主义几乎就是同一个词, 我们怎么能说辉格党是保守主义呢? 尽管我们说老辉格党跟脱离党跟老脱离党, 他肯定是享有某一些共有的一些观念的, 因为毕竟他们是都是英国的一些传统的看法, 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区别, 什么区别呢? 最主要的就是辉格党更倾向于自由, 而脱离党更重视秩序, 孔子就是更重视秩序, 而辉格党倾向于的是谁的自由呢? 主要是受洛克的影响, 洛克他的那个时代就是辉格党活动的年代, 我们知道洛克的思想是不太保守的, 是不太保守的, 洛克的思想是很有一点激进倾向的, 或者说抽象倾向的, 而不是保守主义那种历史倾向的, 比如前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 这个圈子里边与张千山老师辩论的那位张雪忠老师, 他的宪政理论, 如果你看了他的那篇文章, 在那个, 那叫什么中文, FT中文上, 那个发表那篇文章, 你就能看到, 他的宪政理论很大程度上, 就是建立在洛克思想上的, 是比较激进的, 一个人群, 一群人要构成一个社会整体的话, 就要有服从, 人民要服从政府, 那么这种服从, 怎么才能与人的自由不相矛盾呢? 洛克说啊,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这个服从, 要出自人民的统一, 这就是统一的这个说法, 影响非常大, 这就是洛克, 保守主义显然不是这样的, 保守主义强调的是既有秩序, 比如说, 修默, 修默就非常不认同洛克, 他的学说完全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回事, 他的学说影响, 这个博客是影响很多的, 那么保守主义强调的, 就是既有秩序, 既有的东西, 在经过时间之后发酵, 经过时间发酵之后的东西, 天然的就有正当性, 这是保守主义, 就像黑格尔所说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老年黑格尔这一派, 所信奉的就是这一点, 是保守的, 老年黑格尔是保守的, 而青年黑格尔派, 信奉的是变证法, 是世界宇宙不断演化, 不断变化, 所以青年黑格尔派就是激进的, 欧可马克思, 那么保守主义强调的是既有秩序, 而不是倾向于对既有秩序的否定, 所以说, 保守主义不是洛克式的, 也不是老规格党的特征, 老规格党的特征还是受洛克影响比较多的, 这是脱离党的精神技术, 不少保守主义者呢, 这个尤其是学者, 他喜欢把保守主义往古代追溯, 追溯一个漫长的谱系, 其实我们中国也是一样, 这个谱系这个词在儒家就叫道统, 道统, 其实唐宋以前儒家没有这样的手法, 他受佛教的启发, 因为佛教喜欢搞法统, 就是佛法的谱系传承, 儒家后来也搞了一套, 这个保守主义也希望搞谱系, 搞道统, 这个甚至追溯到这个中世纪, 甚至是古希腊, 亚历史多德, 即便是比较晚近的, 像亨廷顿也是追溯到16世纪的那个理查德胡科, 理查德胡科, 因为我前面也讲过那个亨廷顿有一篇明篇,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 底边就这么讲, 所以这些都是保守主义的渊源, 但是呢, 这个其实伯科的思想, 埃德蒙伯科的思想, 其实有更直接的来源, 那就是17世纪晚期的脱离党的思想, 而不是灰克党, 比如说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保守主义的研究者, 叫弗兰克, 弗兰克奥格曼, 他就是这么认为, 他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影响伯科比较多的, 除了休默, 就是18世纪早期的那个脱离党的柏林布鲁克, 其实伯科年轻的时候是写过文章, 反驳过这个柏林布鲁克的, 但是主要是反对他那个自然的观念, 伯科喜欢人为的观念, 喜欢他认为社会之所以重要, 比如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人民这个词能够成立, 是因为在人为的社会之中, 自然之中不存在人民这个概念, 所以他推崇人为伯科,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 这个柏林布鲁克的思想跟这个伯科的思想, 是有很多契合之处的, 比如说他们都认为这个英国的宪政原则, 只能历史的理解而不能抽象理解, 还有就是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社会性, 人只有在家庭, 在群体, 在社会之中才能存在, 人不是法律意义上, 或者是抽象意义上的存在, 人只能是社会的人, 还有呢就是, 这个他们都认为, 这个英国的宪法下的这个权力和自由, 是因其而来的, 是要有历史基础的, 他不是从抽象的契约而来的, 这个, 然后呢, 他们都反对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共和制, 就是其实伯科并不是抽象的反对共和制, 也就是说不是普遍性的反对共和制, 我清晰的记得他在他的那个法国的命令里边, 他认为有一些地方可以搞共和制, 但是不适合在英国搞, 这就跟他对自由的这个看法是一样的, 自由你不能抽象的去谈自由, 你得把它放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 才能够谈自由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伯科呢, 可能更接近于挥个党的思想,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不是说错了, 更接近于托利党的思想, 而不是挥个党, 尽管伯科是一个挥个党人, 但是其实他的思想, 他的观念, 这个跟挥个党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托利党的思想, 也就所谓托利主义, 都有哪些东西, 包括比如说这个君主制, 伯科就主张君主制, 包括传统主义, 推崇传统, 还有国教, 就是英国圣公会, 包括贵族的这个中成, 还有这个反革命, 反革命, 反革命, 这个很显然, 还有就是古典主义, 以及贵族的这种传统, 叫做位高的权重, noble oblige, 还有就是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这都是这个托利主义的一些典型的思想, 伯科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看伯科的这个思想, 他跟托利主义的这些个东西, 可以说我觉得底色就是这个, 但是伯科有不同之处, 他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他比较偏重于自由, 这可能是还是得资于会各党, 那么还是受会各党的一定影响, 那么另一点呢, 就是他注重改革, 他不是这个, 绝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 他不只是守城, 他还要改革, 但是无疑呢, 这种传统的托利主义, 我觉得是伯科的一个底色, 所以在伯科发表了他那个法国革命论之后啊, 深深的影响了英国当时的局势, 在此之前, 其实英国是有很多人支持法国革命的, 这个在伯科的努力之下, 英国成了反法同盟, 这个反革命的中流砥柱, 之后呢, 当时英国的首相是老皮特的儿子, 小皮特, 我写的那篇那个兄弟爬山那个, 那篇文章里边提到老皮特啊, 很重要的一个人, 他的儿子小皮特首相, 就是反抗, 就是那个这个这个跟法国这个对抗的那个时代的英国首相, 后来小皮特组建了什么党呢? 新托利党, 就是以伯科的思想为指导, 为原则搞的, 叫新托利党, 不是新会合党啊, 是新托利党, 这个新托利党到十九世纪中期就改名为保守党, 传承至今啊, 就是今天英国的保守党, 就是十九世纪早期成立的新托利党, 所以我觉得尽管伯科是一个托利党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思想的底色应该是托利主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我觉得跟孔子是很有点接近的, 所以呢, 其实在英语世界里边, 这个我刚才也提到脱利主义跟保守主义, 其实就是同一个词, 而伯科呢, 很大程度上是被视作是托利主义的一个分支的, 是其中的一派,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派, 所以呢, 我们不能把哈耶克看成是这个保守主义, 因为哈耶克认同的是老辉格党, 而不是老托利党, 那另一位群友问到的, 就是说封建制跟专制的关系, 就封建制有没有可能容纳专制, 他说秦辉先生就是认为这个封建制跟专制是相互矛盾的, 我基本上是认同的, 从理论上来讲, 从概念, 从逻辑上来讲, 是这样, 因为这个封建制意味着是分权, 我们知道英美的制度基本上起一个特点, 一个就是地方自治, 地方的权利跟中央权利, 中央政府的权利之间分权制衡, 这个就相当于说是古代的贵族与国王之间的这个分权制衡, 另一个呢, 就是他的几权分立, 你是两权分立也好, 三权分立也好, 五权宪法也好, 只要权利有分立, 这是横向上, 他就制约, 另一个呢,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立法权本身也要分权, 就是这个参议院跟下议院, 参议院代表的是贵族, 代表的是精英, 下议院代表的是民众, 也就是英国所谓的混合体制, 民众贵族和国王, 这几方的势力之间的一个制衡, 任何一方都不能独大, 这个独大了就失去了制约, 所以这是几个维度, 这个分封制呢, 封建制呢, 就是第一个维度, 就是地方权利与中央权利之间的一个制衡, 所以从逻辑上讲是这样, 但是从实际上讲就不一定了, 另一个问题呢, 是说这个目前国内掀起保守主义热潮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这个原因呢, 我不太好说, 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有一种原因, 就是说它比较新, 因为中国这边接触保守主义这套理论呢, 还是比较晚近, 比较晚近的, 那当然就会比较热嘛, 我觉得我的理解可能不太对啊, 就是一点观点吧, 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它有一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西方, 而不只是看到西方现代的什么社会主义, 社群主义, 什么自由主义, 分人主义, 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看待西方, 其实这个过程可能是并不是终结, 并不是终结, 因为西方的观念其实很多, 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位朋友, 杜延林老杜, 他经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共和主义, 我觉得共和主义也是, 或许会是下一个中国的热点,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看啊, 保守主义的不少观念, 其实跟共和主义有重叠, 为什么会有重叠呢, 因为保守主义本身就是保守传统, 从传统中汲取资源, 共和主义在西方就是一种传统啊, 古希腊, 这个古希腊, 古罗马有, 古希伯来也有, 这是一种传统啊, 所以他有重合之处, 那么, 把这些东西分得越细, 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西方来说, 越, 这个越有好处, 当我们能够准确的认识西方之后, 那对我们以后的道路肯定是有益处的, 那下一个问题是说, 把先行儒家的某些思想定义为保守主义, 与我们关注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何关联, 对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 这个, 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 让我们去审视古老的儒家, 或许会揭示儒家的一些真面目, 这是我的一个这个观点, 就是说从纯学术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真确的认知一个事物, 它的意义本身就是很重大的, 哪怕不去看它的实用的价值, 本身这个意义就很重大的, 那么它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还是也是很重大的, 什么现实意义呢, 至少某一些集团, 希望利用儒家去讲他们自己的事, 比如说讲他们想要听到的一些专制啊, 什么的, 我们如果去把儒家, 这个讲清楚的话, 比如说把它的儒家, 先行儒家的反专制的那一套, 讲明白的话, 我觉得至少是有一些现实意义的吧, 好, 就讲这些, 我刚才更忘说了一点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为什么要以保守主义的观点去看儒家, 我觉得另一个这个原因呢, 另一个意义啊, 就是说不只是我们, 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儒家, 这种比较性的研究, 我觉得可以还可以更好地让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保守主义, 有这种对比的话, 比较的话, 这个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更深入, 更全面。